这是一部真实还原当年叱咤香港大圈帮的电影 大圈帮并非一个统一的帮会组织 而是只偷渡到香港从事黑帮地下活动的人或群体 他们与新银安14K等香港本土帮派不同 大多为越战或打过仗的退伍老兵 所以他们的身手不是这些本土国仔能与之抗衡 在有一段时间内 香港本土帮派都遭受着大圈帮的碾压 而最为熟知的大圈仔 当属第一代汉匪绰号阔江龙的吴建东 第二代汉匪绰号湖南虎的陈虎剧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大圈帮的天花板 一向喜欢拍传机电影的麦当雄导演 围绕着湖南虎陈虎剧拍摄了这部电影 这个正要被拖去枪决的男人 突然挣脱绳索 一拳打飞押送他的人 准备攻击的警察也被他随手抓起的石头打翻 而他则冲进人群 因为混乱顺利在废旧沟曲中一直爬着跑路 就在他以为自己逃出升天的时候 警察向阳骑着摩托车直飞而来 被意外摔进了水池中 这时向阳知道他已经跑了却只能离开 此时已经逃出升天的阿江 早就跑到了乡下 找到能够偷渡到香港的人 虽然目前吃着手抓素菜饭 但能够脱身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阿江躺在一辆货车上 打算借此离开 殊不知警方已经下达抓捕文件 严格搜查以防阿江偷渡 于是在关卡处 货车就遭遇了警察全方位搜查 躲在里面的人静悄悄的一动不敢动 自己则带着礼品赶紧下车贿赂队队长 这时警察一个个将箱子拿下去仔细检查 突然其中一人看到了衣服碎片 正当他准备报告的时候突降大雨 而队长早已被司机的金票和戒指贿赂 易克下令让所有警察停止了检查 而阿江再次逃过一劫 来到香港后 阿江换了一身行头 等着自己的亲戚来接 原来在刑场附近最后抱他的那一下 除了给了他一个割断绳子的工具 还告诉他去香港投奔表书 然而他的表书并不靠谱 由于阿江无人来疏 于是偷渡公司的人 骂骂咧咧的上来直接给了他两拳 挨打的阿江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扔在墙上 凭借本能回轴一击 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结果刚刚跑到停车处 又被追来的打手围殴 阿江凭借一记扫腿干倒一个 随机左右勾拳又干倒两个 但对方人多势众 即便他是退伍老兵身手了得 仍旧双拳难敌四手 同会被打手从后面一个倒翻扔在地上 打手扯着他的腿直接扔在卷帘门上 这时胖哥突然出现 对方看中他的好身手 决定培养一番以待后用 随机用三千块买下了阿江 第二天 为了测试他的能力 让他单枪匹马准备去干掉黑老大老爷 主不知胖哥前脚将老爷的地址告诉了他 后一秒就给老爷打电话告密 此时阿江已经来到了老爷的地盘 还没等他主动出击就被骗上了楼 对方离开的瞬间 拉开连的阿江知道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数十个打手拿着刀棍一个个走了出来 走廊被堵得水泄不通 老爷手当其冲拿刀冲了出来 交张跋扈不到一秒 就被阿江反手夺刀捅伤 推着向前顺利离开了包围圈 而没用的老爷被一把扔了出去 随意阿江开启了大杀四封的模式 一刀一腿恰到好处的让打手吃尽苦头 旁边的花盆也被利用的极好 没一会直接冲到了楼下 然而紧追不舍的打手一波接一波 车轮战术让阿江不得不跳窗寻求生机 安全回去之后 阿江用两个巴掌的代价被虎哥收归手下 而他的目的就是干掉老爷复仇 殊不知对方只想将他这颗棋子 消耗殆尽后头海喂鱼 这个男人凶神恶煞的走出来 你以为他是黑帮老大 不 他是一个正直的警察 围招逃犯来到香港 此前阿江为了复仇成为虎哥的手下 今天他被安排持枪抢劫珠宝店 空进去立刻将收音机开到最大 借此隔绝枪声 阿江则一枪打碎玻璃 主角麻烈的将里面的珠宝一个个装起来 这时老板突然走了出来 角力机心见状追了上去 两人意外的被锁进保险室中 虎哥准备救人 却被卧底警察抓了个正招 对方枪指他的脑袋 让他们投降的时候 阿江一枪重伤警察救出了虎哥 突然警报器响起 他把警察抓捕的虎哥带人赶紧逃跑 只有阿江没跑 他抢了两枚手榴弹 顺利炸开墙角 随后枪枪抱墙救出机心 刚跑出去却被警察开车追击 方不择落了两人 刚好看到开车回来救援的虎哥 一个360度翻滚爬进后备箱顺利跑路 回去之后机心刚提出要这次的分成 就惹恼了虎哥 前面拿到一分只得了一巴掌 前来帮忙的阿江同样被打 第二天 就借口说阿江之前打伤的是一个警司 为了避免被一锅端直接让他们躲起来 于是将他们送到了一个偏僻之处 这时阿江突然接到电话 追击他的警察已经来了 另一边 香港警署并不配合来追击的向阳 不仅仅拍眼警察时刻监视他 在他调查过程中还会指手花脚 前脚刚准备暴力威胁老板说出阿江的位置 后脚就被阻止 而阿江明白向阳前来抓不到自己 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他决定离开虎哥 但话刚说出口 对方九平一摔国粹脱口而出 邦哥则哄着阿江在卖命一年 就送他去巴拿马生活 两人一唱一和 阿江怎么可能看不出 所以决定就此分道扬镳 他利用绳索跳上船顶 随机借助过往船只做跳板 60秒不到直接远离了虎哥的控制范围 然而虎哥怎么可能放任他离开 他人用绳索套住他扔进水里位于鱼 却把阿江灵活地逃开 这时追击的快警直冲阿江的脑袋而来 躲避不及的阿江只能下潜逃避 最终阿江还是被带回虎哥面前 枪指脑袋的瞬间 他只能暂时妥协 答应再干言 希望他们能信守承诺放过自己 除不知有些事一旦做了就很难回头 第二天 他们被带到新的住处 才分发了新的身份 然而还没开始享受新生活 胖哥就被向阳抓住了 面对向阳询问阿江的信息 胖哥居然闭口不谈 于是胖哥被关在屋里 享受了一把全身脱骨的快乐 向阳的铁拳直接将胖哥砸飞 一拖着脚重重丢在墙上 哀嚎的胖哥被向阳一枪怼在嘴里 在拿出胖哥走私的证据 停于流水的威胁之下 胖哥看着手里两颗被打下来的门牙 顿时都招了 而什么都不知道的阿江坐上了胖哥的车 如不知这辆车的终点是他避之不及的人 阿江晃晃悠悠来到巷口拐角 不然看到一个凶尘恶煞的警察 他立刻转身跑路 甚至警察反应奇怪居然追了上来 并且找到了躲在拐角的他 随意一枪射中阿江的眉心 不过好在这一切都只是梦 此前胖哥被向阳的铁拳威胁 于是直接出卖了为他出生入死的阿江 并且亲自开车送阿江去见向阳 然而老魔深算的他 不由阿江让他杀了向阳替自己的门牙报仇 作为棋子的阿江根本没有怀疑 拿着枪决定猎杀向阳 毕竟向阳不死他就得死 两人在灯光危暗的酒吧中寻找对方 阿江率先找到 实际上去就是一枪 这被向阳飞身躲过 这时人群散开 两人四目相对同时开枪射击 一击位中阿江借音响为盾牌攻击向阳 然而向阳一枪打断房顶的电缆 瞬间将阿江的优势变为劣势 枪战仍在继续 向阳一枪射中大灯血血砸中阿江的时候 突然出现救了他 便用手扣将两人绑在一起 然而手扣却在打斗中断开 阿江趁机抱着向阳冲向玻璃 随机利用巧勁将他胳膊卡在铁门中 面对穷追不舍的向阳 阿江还是下不了手杀了他 只能一刀捅进向阳的大腿 确保他不能追着自己 随机立刻逃跑 如不知回去之后 等待他的是更加残酷的殴打 由于没能杀了向阳 阿江被虎哥抓住脑袋直接撞碎了玻璃 随机不停殴打 此时阿江自知李逵根本没有还手 但看着机心被打得头破血流 瞬间忍不住直接将虎哥一顿暴揍 扔进了玻璃框里 紧接着两人一路打出门外 虎哥被阿江拳打脚踢无力还手 此外前来帮忙的其他打手 更是遭受了阿江的触底反击 然而对方人多势众 阿江被推下高楼差点摔了下去 胖哥此时出来打原厂 继续忽悠阿江为他们卖命 然而阿江和机心已经准备跑路前往巴拿马 找到中间人联系货船 确认需要五万块就能离开 殊不知向阳已经抓到了中间人 并且掉在废弃工厂 用他的性命威胁只为得到阿江的位置 第二天 虎哥已经决定卸磨杀绿 给两人准备了空弹枪让他们去抢劫 此时运钞车已经在警察的护送下前往银行 虎哥开车围追堵截 迎面撞上去运钞车瞬间翻车 所有人持枪下车猎杀护送的警察 康林弹雨中虎哥派两人去装钱 却鬼鬼祟祟在他们身后瞄准 准备做掉他们 然而还没动手就被警察攻击到疼不出手 顺利拿到钱的两人根本不信任他们 让虎哥开车过来 但阿江他们并不上车 直接车外持枪威胁 一开枪才发现是空弹 阿江一个翻身随手拿起警枪 枪枪击中车身 逼得虎哥不得不赶紧离开 但刀尖舔血多年 第一次翻车怎么可能就此罢手 逃跑的虎哥联系胖哥之后 带领一大群打手持枪追击两人 此时阿江和机器已经到达虎哥老挝 以枪装为信号 双方直接混战起来 乔乔胖哥带人赶到 两人被堵在房间角落 阿江利用火烧钞票直接转移了胖哥等人的注意力 借此机会将他们推了下去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 虎哥带人已经赶来 两人已经被双方人马堵在楼道中间的房间 阿江利用没习惯做了简单炸药随意丢出 随意在爆炸和火光中一半打手被就此解决 但被炸黑的胖哥和虎哥直接疯了 他们上下射击 逼得两人在中间的房间来回躲避 瘫狂的胖哥直接冲进来准备干掉他们 这被阿江利用两个破洞直接将其枪杀 追来的虎哥也被阿江扔下高楼直接摔死 就此几人顺利逃跑 但向阳还是赶到了 这一次阿江说出了自己被冤枉的事实 调查许久的向阳其实也有怀疑 而他的抓捕也中断了 最后阿江安全的在香港继续生活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在那个法治不健全的年代 很多冤假错案着实让很多人为之付出了代价 但幸运的是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因为篇幅有限 本篇我只是讲了主要的剧情 关一些细节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原片神港骑兵3